在本片開始之前 為了讓大家清楚了解以下的內容 請讓我用20秒簡單講解何謂生酮飲食 反傳統的生酮飲食是吃極少量的碳水化合物 適量的蛋白質和極高比例的脂肪 由於身體沒有糖分 體內的脂肪就會被迫分解成酮體作為能源 因而達到減脂的效果 入酮和破酮都是生酮飲食中常見的術語 入酮的意思就是你做對了 身體進入生酮的狀態 破酮就是反過來 你做錯了某些東西令身體脫離生酮的狀態 講完 去片 我知道你現在已經好花了 對不起大家 今天心情低了 其實原先今天約了另一個教練一起拍片 是教大家怎樣做運動 但我發覺我這樣的狀態 我今次不拍 因為我不想別人看到 你這樣的樣子 我不行 想想想還是算了 先記錄下今天的狀況 如果有看我之前 剛剛生酮一個月段片 我也有說過 最初我生酮就是為了做實驗 解答學生的疑問 為何一個月後我會繼續 就是我發現生酮這件事幫到我壽臉 就是我健身這麼久都做不到 你明白 我是一個貪美的人 現在是沒有抹發狀 還要它無故弄到我臉皮 因為那個爆菜欺騙我 所以我今天的戲都不太順 所以我更加要記錄下 將錯就錯 我就來一個實驗 人都會犯錯 我重新一次 我在生酮來說是一個超級無敵 初階的嬰兒 就是生酮一個多月 我知道很多東西都要學習 很多東西都要練 我現在自己一個白老鼠 繼續去做實驗給大家看 做實驗就拍了 頂眼上 於是我就決定拍這段影片 記錄下 事緣是 我今早破了痘 話說我昨天還很得戚 在吃一個新童的韓式豬腩肉 做得很好吃 很開心 誰知道昨天就出事了 晚上開始很睏 昨晚睡了很久 今早起床的時候 磅重 突然重了1.2公斤 1.2公斤 我不是很計算的重 因為我本身不需要減重 但問題是突然重得這麼快 我知道一定有問題 然後臉很明顯腫了 然後立刻知道不對勁 所以立刻刮手指 今早大概是9.9的時候 已經算了 血糖剩下0.2 我就知道 真的破了痘了 我決定張作就錯 看看究竟破了痘之後 可以用多少時間 盡快進入痘 今早就空腹做運動 做了大概三個小時間斷 有重睡 有SCOT 也有HIIT 有電繩 然後到大概1點多的時候 先喝防彈咖啡 這次椰子油的份量 比例會多一點 我加了15ml的椰子油 還有10克的牛油 去做這個咖啡 我想看看究竟多久能入痘呢 我相信現在半天 未必可以這麼快 但我也覺得可以做一個實驗 所以就測試多次 究竟現在的血糖去到哪裡 然後我明天會再量度多一次 如果明天還未得再後 再量度多一次 直到這次為止 我真的很生氣 等一下會和大家 backlist的泡菜 和教大家怎樣看營養成分 因為吃了太多腹 大家一定要小心 其實我不太喜歡刺手指 真的很痛 現在才是9點9到現在 隔了也不夠6個小時 但有人問過我 你多久會量一次血糖 當然是時時量度 你當然是時時知道自己血糖是最好的 但是刺手指會痛的 還有這些試指 不要小看它 15元一條 也很破費 但我什麼時候會刺呢 當我有疑問 我有問號的時候 我就覺得要刺 當我身體感覺到穩定入痘的時候 定期刺就行了 可能幾天試一次 我就不需要那麼密 但當你吃了一些東西 你懷疑自己當時吃了好不可以 或者像我現在這樣 破了痘 何時能入痘 我就會量得密一點 所以我決定現在再刺一次 很痛啊 今早要刺另一隻手指 這次我用什麼 是即用即弄 是刺手指針 記得用之前先燒好毒 先刺一下 要刺一刀 要刺一刀出來 好 現在開始刺進去 它顯示KET就會刺 這個針放在手指上 按鈕就會刺 好痛啊 現在有點害怕 刺了 這個真的是 接下來10秒 0.5來的 喂 有圖一張照 今次是0.2 我會顯示圖出來 現在0.5 是不是應該好一點 營養勝身 跟0.5都叫做免強合格 就是說不用6個小時 原來可以進回 我真的做了很多運動 今天幸福 但不要開心得這麼快 想跟大家說 因為很多研究都說 椰子油是一個外源性的童仔 我刻意喝了防彈咖啡 所以童仔可能上得快一點也未定 一定是未穩定入童仔 謝謝大家 記得今天不要留意我的樣子 Bye Bye 現在是6時20分 現在不是時間了 我等到今晚再時間 現在其實我想重溫今天 由知道自己過敏之後 就輕斷吃 空腹做了這段常識的運動 然後再用防彈咖啡 然後再重溫再運動 我就想測試一下到底多久 才可以進入童仔 今天大概做了不同的很多運動 以及超級一塊的 我們幫助做 現在準備做第二次的童仔咖啡 想跟大家分享 通常如果穩定入童仔之後 其實大家也知道 有牛肉和其餘的成品 如果穩定入童仔 通常我們可以加少些椰子油 因為椰子油 有MCL油的功效幫助我們 當時就可以多些牛油 現在因為我的情況 想快點入童仔 入童的狀態 所以我的比例就要加多些椰子油 所以剛剛下午和現在 我都加了16ml的椰子油 牛油大概是6至8克左右 就是這樣 好 希望今晚再刀手指的時候 血糖值再上升 Hello 大家好 現在已經到了晚上的 剛剛12點 我已經洗完澡 預備睡覺了 我預備了今天 第三次的血糖 你已經預備好了 這個位置應該剛剛看到的 血糖紙 血糖紙 還有積氣的針 也都燒了毒 我明天都一定會再度 因為其實胸腹度 血糖會比較準 但是今天剛剛吃了晚餐 吃了這個牛排 也想再度一次 吃了 看到了 有了 有了 又翻完了 我先不動它 穿了就給大家看 或者我可以拿部機過去 是1點3啊 其實挺開心的 因為呢 由今早破了銅打 0點2到現在 是1點3 搭完血糖 就可以睡覺了 明天早上我會再度一次 晚安 Hello 早晨 我睡醒了 現在是7月14號 6點7 其實很早 因為可能緊張 知道要再搭血糖拍片 所以就很早醒了 早上醒了 第一件事 沒錯 就是拍了這段影片 先測試 因為很想做到 尽量空腹 起床就可以量度 昨天 回顧一下 第一次0.2 第2次0.5 接著已經到了1點3 昨天 現在量度了 很緊張 如果不可以的話 我可以再接再來 做好這個實驗 預備 先看看 預備好一張試紙 先弄好東西 也是啦 即摸你的針 有反應了 我有燒過鏡頭過去 我不敢觸摸鏡 都是1.2的 現在是幸福的 就是入圖再看 大功告成 這次整個實驗跟大家介紹我們的主角 沒錯 就是昨天提起的 泡菜 其實昨天我很生氣 很討厭它 但今天整件事 整個實驗 都是多得它 所以跟大家介紹 如果有誰想破童的話 就歡迎試一下它 或者想做個實驗可以試一下它 我叫小姐簽名 分析一下 其實本身寫明是零糖 還有400克都是零糖 而且它的成分 我再也很仔細地看 材料都是無糖的 但我之後問前輩 才知道原來我還服在哪 最重要的是它裡面有一個成分 是叫做 不知什麼什麼 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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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買東西的時候 如果我生酮不敢吃 都必須要很小心 即是在家裡煮的話 經過今次之後 有三樣東西 總結 第一 就是 其實這個是一個好的提醒 警惕我 不要太大意 因為過往一個月 我覺得好像 很成功 我生酮不敢吃了 沒多久 又輕了 去了水中 然後又可以 吃很多東西 那我就發覺我開始放肆 開始頑皮了 開始走很多邊緣位 可能又會吃了味精 可能有高蛋白 脂肪比例不夠 或者自己煮很多調味料 有些藝身和麵包 烘盤那些 變得很踩界 我現在提醒自己 其實應該要 改革一點 算一下總數字 要不然就好像昨天這樣 這麼得知 用過泡菜做 這個芝士豬腩肉 就這樣展示出來 很好吃 誰不知第二天就做 真的養傷 第二件事 就是經過今次之後 我會不會覺得很辛苦 不是 其實我覺得很神奇 整件事你明明就上下落了 我昨天怎樣去檢查 不是說破童的 昨天是無緣無故 48.5kg 我今早讀 47.2kg 突然上落了1.23kg 如果脂肪和肌肉 是沒有可能上落得那麼快 所以那些其實 真的是水 但我更加確訊 我身和這個東西 真的會影響到我們身體 可以去掉水腫 所以為何 每月也是 可能我想瘦面 其他方法瘦不到 身和瘦面 甚至乎 腹部 不單止是沒有 這類孩子 身體 很明顯入肚之後 都馬上瘦了 昨天連肚都穿不上了 還有一個就是 昨天的實驗 配合著運動和斷食 入肚應該是比較快 因為只是用了半天時間 其實由昨天早到昨天晚上 已經去回了一段三 我做的事情大家也可以看 就是聽斷食 沒有吃了餐空腹運動 再加油斷 即是只是午餐的時候 喝咖啡 全部的咖啡 到晚上才吃飯 這樣就完成了這個成果 還有 也都知道自己其實 還在新童這個範疇裡面 是很新的同學仔 很多東西都沒有很掌握得到 所以要繼續 和大家多多指教 我重新 有關相同方面的事情 一直都在做實驗 是想和大家分享多一點 所以有些什麼都歡迎留言 我們一起結束 很感謝大家 也都很開心順利 不然我也不知道 有哪隻手指可以得到 大家喜歡的話 就like我段影片 我也會想和大家繼續分享 Bye Bye 很感謝你看完我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朋友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IG和Facebook 有你們的支持 我一定會很努力 可以繼續做實驗 大家才會分享 Bye Bye Bye